有知识是什么呢 妄想残念 佛法里面讲所智障 所智障生什么呢 生知识 不是智慧 清净心生智慧 分别执着心生烦恼 不一样 知识跟智慧是两种事情 智慧能解决一些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能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后遗症一大堆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普遍在追求知识 智慧没人求 求智慧的人 生一心清净 你看他的现象 但不明立 他的心是定的 他的言语是定的 他的行动是定的 佛经上形容他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所以念佛 确确确实实 能灭罪 不管 他明显不明显 灭罪是肯定的 我们这个罪灭不掉就是 那边灭 这边又生 所以永远灭不掉 到底在死体 那一边灭了 这边不生了 就灭掉了 那一定要想的 像地藏经上所说的 严附替众生 其心都念 我不是罪 要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 老祖宗教给我们的 严闷深入 常识熏修 问题解决了 你真有耐心 真有狠心 守住严闷 定啊 心定在这一部经上 把这部经好好的去念十年 心定 没有别的仨念 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经 我们看看古来大德 为我们所开导的 真正是佛门第一经 真正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 到这个世界来 注释八十年 讲经受法教学四十九年 第一部经 这就是第一经 这一部经能代表一切 这样就肯相信它 你真正受持 放下万语 一心独松 成年 你的成就就非常非常的快速 确确实实 快速的这个成就 那就是你业障消除了 你智慧先显然 底下这一段 又 持名即使 甚深薄弱 这是 暗祸 薄弱 薄弱精神讲的 薄弱无知 无所不知 无知是什么 是根本知 它是根本 它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那我们这个世间人 你现在求的是什么 就是要求有知 那不是薄弱 那求的是什么 知识 知识 有知 有所不知 它不是圆满的 无知 无知是什么 无知 清净心 清净心 生智慧 那有知 是什么 妄想残念 佛法里面讲 所知障 所知障 生什么 生知识 不是智慧 清净心 生智慧 分别 执着心 生烦恼 不一样 知识 跟智慧 是两种事情 智慧 能解决 一些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 能解决 一些问题 可是后遗症 一大堆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普遍在追求知识 智慧 没人求 求智慧的人 身心清净 你看他的现象 大波明丽 他的心是定的 他的言语是定的 他的行动是定的 佛经上 形容他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他永远是 静观 法界 他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所以在中国古代 这些大官贵人 遇到难题了 不能解决了 找谁去 找道长 找和尚 向他们请教 他们真的 能帮助的解决问题 这符合中国 有个言语 叫当剧 这谜 旁观 这些 他们这些人旁观 卖油 厉害德士 他看得清楚 你为什么看得清楚 你有厉害德士在里头 你的思考里对 夹杂这些东西 夹杂厉害德士 所以你就看不清楚了 那些人 与厉害德士 与他完全不相干 他是纯客观的看法 你一看不清楚 你主观 主观就你有成绩 他们有成绩 所以咋看得清楚 道理学的思维 这不是迷信 也没有什么学妙 很简单 持明 暗和道妙 就是深深不如 根本质 念得纯熟 万元齐放 能所遁空 即是无珠 金刚金山降低 无珠身心 清净心先前了 万元放下了 心里面 只有一句佛号 除了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是无珠 于此之时 一句佛号 你看 朗然明本 相续不断的 这身心 他所生的心 念念是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心心相应 此本众生 行不到处 此一念佛 故暗和道妙 你说一般凡夫 怎么能跟阿弥陀佛 接通 现在讲热线 这个热线 怎么跟阿弥陀佛 接通 这一句佛号 念到纯熟就通 他所以不通 是因为你有怀疑 有夹杂 有争端 大师之菩萨 讲的这个念佛方法 一点都不错 都摄六根 都摄六根 就是放下万元 言所见的 放下了 不放在心上 而所闻的 也不放在心上 六根 接触的六成境界 都不要向神 心里面放 这叫多舍六根 不是叫你不看不听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凡夫见闻觉知 都放在心里头 一放在心里头 心里立刻就 起了分别之中 心就被染污了 要学习什么 视耳不见 听耳不闻 也就是说 确定不要用心意识 那就跟菩萨没点一样 心是阿赖 记住了 落印象了 摩纳是执着 意识是分别 不用心意识 就是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力 这叫立以心意识 立以心意识 菩萨了 菩萨做到了 佛法里要叫参 叫参就 不叫研究 研究里头是有心意识 就是有分别之处 参就的时候 没有分别之处 所以它是属于执着 这叫无度身心 那后到 那后到庙 不行而行 无道而到 句句是佛之见 念念放薄若光 迷教委 神是阴神 自是文字 阴神文字 无非识相 只要不乐心意识 都是识相 念佛 即是念识相 持明念佛 无以识相念佛 修险人 要会念 中文大德所说的 会吗 会 确实 持明就是实相 实相 就用持明 用持明可以达到实相 实相跟持明 无二无别 安 妮 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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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